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 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 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 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 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元人》一书中曾说,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 在于人做某事时, 他了解他在做什么, 并且自觉地在做。 正是这种绝节, 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 他做各种事, 有各种意义, 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 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 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 这是我的说法。 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 但是个人的绝解程度不同, 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有不同的意义。 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 与其他任何人的都不完全相同。 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划分为四个等级。 从最低地说起, 他们是自然境界, 公立境界, 道德境界, 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 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 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 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 他做他所做的事, 然而并无绝解, 或不甚绝解。 这样, 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 或很少意义。 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 为自己而做各种事, 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 他可以做这些事, 其后果有利于他人, 其动机则是利己的。 所以, 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 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 他是社会的一员, 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 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有这种绝解, 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 或如儒家所说, 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 不谋其利。 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 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 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是有道德的意义, 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 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 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 即宇宙。 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 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 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 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 有这种绝解, 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 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 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 这种绝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 也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 自然境界、公立境界的人, 是人现在就是的人。 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是人应该成为的人。 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 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 自然境界最低, 往上是公立境界。 再往上是道德境界, 最后是天地境界。 他们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绝解, 公立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绝解, 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绝解。 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 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 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 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 才能达到天地境界。 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 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 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 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绝解其中的道德原理, 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绝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 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 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说, 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 哲学家达到了理智世界, 也就达到了天地境界。 可是天地境界的人, 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 而在这个同一中, 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 为了成为圣人, 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 他不可能表演奇迹, 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由于有高度的绝节, 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 换句话说, 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 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 禅宗有人说, 觉自乃万妙之源, 由觉产生的意义, 构成了他的最高人生境界。 所以, 中国的圣人是基入式而又出式的, 中国的哲学也是基入式而又出式的。 随着未来科学进步, 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 可是, 人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 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 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基入式而又出式的, 在这方面, 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